你知道百变形男岁村尊在乡下的时候有多社会吗 这是他在网络世界里的模样 这是他在上学时候的模样 而这则是他在乡下的时候想打人的模样 友情提示 尊哥是V6中唯一一个在现实中打过牌的男人 在此之前 血色放羊娃射下陷阱 将一高人胆大的尤尊二人组 引到网络世界的最高点 随着一声响指打出 陷阱发出宛如黑洞般的犀利 尊哥为救尤座被吸了进去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让尤座露出这种表情的人 原本放羊娃是想要二次狩猎游座 才不下这个能读取人记忆的陷阱 希望能找出游座的童年阴影搞心态 可却好巧不巧地发动了尊哥的回忆杀 只见青梅竹马来劝快被退学的尊哥去上学 但因为小时候的Loss事件 给尊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所以那时的他只能摆烂 傍晚时分 当地的假皮鞋们正在欺负一个眼镜小伙 而路过的尊哥健壮 只是一个眼神加轻微眼影 就吓退了这群假皮鞋们 这里给大家稍微剧透一下 尊哥在现实中的武力值不下于王杰克 是个正儿八经能一人挑一群的硬茬子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能打 是因为他家的老鸡匠是个练家子 单论武力值的话 应该是游戏王中的天花板 而尊哥也是游戏王中发型最多的角色之一 早中晚家上网时的四个发型轮流换 就问游戏王中还有谁有着待遇 不对算上小时候的发型 尊哥起码五个发型起步 对了由于这个时间段是汉诺塔片刚结束 所以不光五大一格尼斯跑了出来 是普威梅卡的传说 尊哥出于好奇再次找茬小混混 本想打听一下关于网络打牌和普威梅卡的事情 但看着赶来的伪劣皮鞋们 不想动手的尊哥扭头就走 而这一行为却让这群假皮鞋们 以为尊哥是怕了他们 于是小绿毛的脑中浮现了一个计划 与此同时 青梅竹马用平板为尊哥调出了 关于普威梅卡的新闻 没错这里又给尊哥补充了个设定 那就是科技小白痴 而不灵梅也是和小黑一样的奇葩 故意在平板上突然说话下尊哥 害得尊哥被青梅竹马好一顿喷 时间来到晚上 躺在床上的尊哥睡不着觉 拿出放在橱柜中封印了十年之久的决斗盘 试图在回忆中回忆一下小时候的自己 但不曾想 决斗盘居然说话了 把本就害怕超自然生物的尊哥吓得够强 事后布林梦好说胆说 才让尊哥接纳了他的存在 只不过是放在壁橱里面和他对话 布林梦在吐槽一句真麻烦后 又回到了眼球状态 原本布林梦还在劝说尊哥重拾打牌 奈何小时候的回忆不断在这个回忆中袭击尊哥 让尊哥下定决心不再打牌 不过好在那群假皮鞋们帮了尊哥一把 小绿毛使出一招围城打员 用青梅竹马引来的尊哥 并且因他们的要求尊哥还带了决斗盘 好家伙 不得不说这个小绿毛不愧是这群人里的狗头军师 知道真人快打赢不了 就用打牌来决一胜负 原本尊哥在听完普雷妹卡的事情后就有些动摇 而这群小混混们正好帮助尊哥做出了抉择 好家伙 不得不说游戏王中的反派是真的正直 哪怕妹子再可爱也没有一点兴趣 至此 V6中唯一一次的现实排局就此搞起 对了补充一下之前的剧情 汉诺组织在总结片里复活了 大致剧情就是汉诺的男士们围在一起 讨论汉诺塔篇章以后发生的事情 看着学会了融合召唤和仪式召唤的游坐和尊哥 此发老灯就想去线下开稿二人 幸好被左领导叫停 不过最后汉诺骑士还是晚起了线下 正大光明的潜入监狱救出了龙椅 今ここにハノイの騎士は復活 不过最后汉诺的游坐 不过最后汉诺的游坐 不过最后汉诺的游坐